好来看高雄大淹水重创的市民的生活 现在也冲击到了市长陈菊的微信了 南部有网友自我解嘲 说生命师算他会坠入爱河 还果然这个爱河呢 这个下雨天台风的时候呢 水都淹出来了 还真的蛮准的 那么陈菊呢 看待的时候呢 他的造型现在变成了枯手的题材 有网友呢 把陈菊穿雨衣的样子 画在文旦上 而陈菊变成了陈佑 网友笑翻了 还说陈菊是今年的活文旦 凤刺味也十足 水焰高雄陈菊勘栽被骂翻贴 连他第一时间出马视察的造型 都变成笑柄 雨衣搭配绿雨帽 绑得牢牢牢 只露出花马大脸 南部网友大力哭手 直接把陈菊表情勾勒在文旦上 超级应景 仔细比较 网友把陈菊伸锁了眉头 咪咪眼还有法令文 描绘得十分传神 刚好雨帽的尖顶跟文旦头 颜色形状刚刚好 难怪照片PO上脸书 网友笑到喷饭 推进了赞字 按不停 大呼太有创意 太爆笑了 陈菊变成 陈佑了 还说陈菊是2010年活文旦 真可爱 堪称是中秋节 最佳照片 高雄人 酷手陈菊出门气 打烟爱河野成为调侃话题 网友戏称 昨天算命师说 我今天会 坠入爱河野 结果真的超准的 幸好消防队 来救我 既搞笑又讽刺 登上网络热门金句 残遭水焉 高雄网友只能 苦中作乐 真是流量台湾 家园台北 台湾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